香港日记 1992年7月20日至21日 鹰犬费敬 港都赞青 作者 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7月20日 星期一 一整天都在开会 我们讨论了三个议题 而这些议题很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 甚至几年里都会占据我大部分的时间 首先 我们与部政司 财政司和中英联络小组 首席代表高德年讨论了兴建机场的议题 高德年负责与北京针对所有移交细节进行谈判 我们一致认为 必须冷静但坚定地向中方指出 机场迟早都要盖 但同时也要谨守我方立场 也就是说 目前我们已无法再做什么 来缓解中方据说感到焦虑的情况 我们还应该明确表示 北京不应该如此天真 认为我们会接受他们的计划 将政治议题与中英在机场上的协议绑在一起 机场真的要盖 那就盖吧 我们做得到 香港也能轻松地负担 但是 如果北京打的算盘是逼我们用香港的钱盖机场 借此让我们与香港市民发生政治争端 那可是连门都没有 其次 我也和部政司 财政司和其他资深官员讨论 如何将我们五年的公共支出计划 当作我在立法局发表第一次演讲及年度施政报告的核心内容 我很希望在教育和福利等领域找到易于识别的额外支出项目 同时又不会让商界觉得我太过软弱 坦白地说 只要不必缴纳更多税款 他们就不会对社会福利支出过度不满 第三 我按照李柱明和李伟略的建议与香港各政党一一会面 李柱明和其他香港民主同盟人士在政治和限制议题上最为理性 不像李鹏飞等看来完全缺乏方向的所谓自由党党员 香港民主同盟了解到在我面前的其中一个选项 就是完全区隔行政局和立法局 该同盟也承认 除了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员的席位外 另一个选择是在1995年之前改革组织选委会的方式 例如 改由其他地方和区议会的直选议员组成 并增加有资格在功能组别中投票的人数 功能选区的团体投票产生了一些可耻的腐败选区 就是少数被收买的选票决定哪一位候选人当选 想要和这些人打交道并不难 只要知道他们的价码以及底线在哪就行 梅杰打电话来 关心丽丝在新的环境是否过得习惯 很久没有与约翰和其他朋友聊天了 真想念他们 前几天崔斯坦也打电话来 我想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有一整个星期 没有好好和他聊政治了 今天的主角当然就是威士忌 现在他开始在屋子里四处走动 先快步闪进我私人秘书的办公室 再往厨房里钻 威士忌喜欢在客人来开会时纹他们的裤脚 之前还无解的谜团 就是威士忌是否会吠觉的问题 到了今天总算有答案了 早上他跑进我的更衣室 跳到垫子上 开始忙着照镜子 当他以为眼前出现另一只小狗感到异常兴奋 然后对着镜子废了好一阵子 想靠近他的对手 我猜以后即使没有镜子 威士忌也会找到兴奋的理由大叫一番 7月21日 星期二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即将与韩达德和贸易副大臣李德恒举行的会议 李德恒和我是1979年同一届进入下议院的议会议员 他的选区在北威尔特郡 临近我自己的巴斯选区 之前 我们同时争取代表保守党竞选北威尔特郡议员 但后来他把我击败了 身为爱尔兰世袭贵族 李德恒不自动具有上议院议员的资格 但在1985年至1992年间 他担任北爱尔兰事务部政务次长 任内建树良多 推动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大部分的再开发工程 随后 他在1992至1995年间担任贸易副大臣 接着就回到商界发展 成就了一番事业 另外 他也著书立说 描写政治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很具有娱乐性 他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是我的挚友 人勇敢 有原则 是人人羡慕非常幽默地说故事高手 担任公职期间 李德恒战功标饼 但也吃了不少苦头 李德恒和韩达德将于本周晚些时候抵达香港 在今天上午的行政局会议上 主要议题是退休金 而针对退休金 我们有一份咨询文件 再者就是兴建机场的问题 下午最有趣的会议是与刘慧卿会面 多年来 刘慧卿一直是所有民主派人士中最直言不讳 能言善道的一位 来访的英国官员普遍认为他爱挑起对立 引起动荡 他们的看法只是反映出一个事实 某些英国官员认为是不可能和极端的立场 其实只是香港人用相当理性的方式来表达合情合理的报复 尽管这种愿望难以实现 但完全可以理解 刘慧卿口齿伶俐 对我的个人魅力显然无动于衷 但他知道我至少在努力中 也非常认同他总体的民主目标 事实上 就算你因为种种理由 有些已淹没在历史洪流中 而无法按照别人的愿望来做事 但至少还是可以对他们略表同情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